昨天是国中会考的第二天 自然考科 试题图表分析就占了八成以上 着重在考验学生的分析判读能力 而英文科的阅读测验取材也是相当的多元 国中会考第二天 上午首先登场的是自然科 图表题比往年还要多 考验学生的判读能力 其中生物试题图表更高达八成五 物理题组则出现了金山的本辉亚这类本土题 这也让学生认为今年会考的自然科 考观念重于计算 写起来比模拟考还要顺手 我写的蛮顺手的 比模拟考还顺手 图表题比往年多还得多 至于今年会考的英文阅读测验 除了考验学生语文能力 也跨领域测验学生 平时对人文议题的掌握 包含医生过劳超时工作 美国好莱坞电影工业全球化 对各国的冲击等都入题 英文听力测验则出现语意较为抽象的题目 让学生感到较有难度 今年国中会考试题普遍灵活 教育部表示这也是为了 因应108年新课纲上路 训练学生的分析组织和应用能力 会是未来的命题趋势 教育部也指出今年试办的完全免试入学 明年预计会从15所增加到30所 扩增两倍提前试办108年新课纲的学校 也将扩大到148所 主题是和跨领域的学习 已经从今年的国中会考看出端倪 记者黄一丁 陈信龙台北报道